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优质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盈盈 今天继续我们315再行动的报道 新一改为民营资本进入公共医疗领域 打开了绿灯 就连资本市场也把民营医院当成了香菠菠 各路的风头私募资金竞相追逐 然而在诱人的商机背后 民营医疗市场却潜藏着各种不成熟的运作模式和行业乱象 给消费者制造了一个个防不胜防的陷阱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两个女孩 她们看病的经历 因为最近几个月月经周期不调 19岁的西安姑娘小娟 前不久到西安市卫央区阳光医院求诊 诊断结果把小娟吓坏了 子宫膜比较厚 盆腔盐毒蛀菌子 不做手术的话会导致公安瘀 医生告诉小娟 因为病情严重需要立刻手术 手术费加上第一阶段的药物治疗 需要2700多元 小娟只有19岁 怎么就得了严重的妇科疾病呢 第二天 家人带小娟到就近的三甲医院进行了复查 发现诊断结果跟此前阳光医院的诊断完全不同 小娟什么妇科病都没有 20岁的小燕姑娘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 前不久她因月经不调到一家医院复科检查 一查竟然得了子宫萎缩症 花了4000多块钱治疗 三天后半信半疑的阿燕到三甲医院检查 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得什么妇科病 故意吓悟患者 我觉得说因为作为我一个小女孩 那没有结果婚 那这样子她突然长到这么严重 以后不能生小孩 子宫萎缩就不来月经了 那这样子真的会给我很大压力 小娟小燕 这两个女孩呢本来没有什么大病 可是进了阳光医院 却被告知得了严重的妇科病 甚至会影响到今后能不能生孩子 给两个女孩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 节目当中的医生 难道真的是威延总厅吓唬患者吗 我们的记者呢决定亲自上门 到小娟去过的那家西安阳光医院一探究竟 在西安市卫阳光医院大门口 医疗定点单位的牌子非常明显 导医告诉我们 在这家医院看病可以医保报销 本月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 医院正在进行优惠活动 推出3.8元特价妇科检查 记者当即挂了个体检的号 这位叫陈志华的妇科大夫 简单询问情况之后 给记者开了妇科检查的单子 先进行B超检查 没多久B超结果出来了 陈医生说 这是盆腔发炎了 需要治疗 另外很可能患有其他妇科疾病 建议进行全面检查 记者表示时间紧张 当天不方便检查 陈医生给记者开了口服药 在陪我们取药的过程中 导医再次劝说 进行全面妇科检查 从B超结果看 记者的盆腔里面 显示有基业 记者准备到附近的三甲医院 进行复查 路过后诊大厅时 我们遇到一脸焦虑的小李 小李说 两天前在路边看到了 医院的宣传册 得知最近检查有优惠 顺路就过来查了查 刚才已经化验了 潜力腺液 再等诊断结果 征得小李同意后 记者记录了 接下来的看病过程 陕医生一席话 把小李吓得不轻 陕大夫说 刚才检查发现 小李不仅潜力腺有炎症 包皮也有问题 得做个手术 小李表示 带的钱不够 没法手术 陕医生给小李开了600多元 治疗前类线的药 从医院拿药出来 小李情绪焦躁地 给家人打电话 商量要不要进行治疗 有点害怕 我就想帮我 我说不行就做手术 我们劝说小李到大医院 复查一下再做决定 第二天 我们陪小李一起来到了西安市中心医院 医院的化验结果 跟此前阳光医院的化验结果完全不同 化验单显示 白脊胞 卵磷脂小体等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 小李并没有患上潜力腺炎 此前阳光医院给记者的诊断结果是 盆腔内有机验 记者随后也进行了复查 看着截然不同的两份化验单 小李紧锁的眉头还是没有展开 他想找个信得过的医生再确诊一下 经过一桶紧张的联系 小李托朋友找到了一位在阳光医院工作的王医生 随后我们跟小李一起拜访了这位王医生 王医生没听我们描述病情 就果断地说 我们是被忽悠了 听说我们去医院只花了几百块钱 王大夫说 这是跑得及时 一般进去的病人不花几万块钱 恐怕走不了 这位王医生说 我们遇到的情况没什么奇怪的 还有的人没必要做手术都给做了 不该做手术都给人做 那怎么做呀 这位王大夫告诉我们 阳光医院内部的规矩是不用当地医生 所聘医生几乎全部来自外地 也很少长期在一家医院工作 而是频繁流动 记者在西安阳光医院的网站上发现 医院的专家团队阵容强大 按照卫生部的规定 医生必须具备资格证书和职业证书 才能坐诊行医 那么这些专家的行医资质是什么情况呢 记者随后在医疗系统注册医师数据库里 进行了查询 专家屈孟泰 主治医生樊庆英 主任医师范培熙 均没有查询到职业证书信息 南科专家李志力 经查询 只是助理医师 尚没有独立行医资格 主任医师刘远英 阳光医院介绍 在三甲医院从事妇科专业三十余年 经查询 没有三甲医院职业经历 而是在远乡镇卫生院工作 主治医师宋岳平 查询发现 注册地在兰阳市西院小区卫生所 专家孙高良 经查询 职业地点是罗山县城关镇卫生院 专家曾请生 职业地点是福鼎市管阳镇卫生院 与医院对外宣称的权威专家医疗团队 有着巨大的落差 王医生直言不讳地揭开了这家阳光医院忽悠消费者的真相 原来这家医院的每一个医生 都有月度创收三十万元的任务 只要能够欺骗消费者完成任务 就能够拿到高额的提成 放眼国内民营医疗行业 除了我们前面看到的像 妇科 男科 口腔 眼科 钢肠科 整形外科等等这些专科 也都是民营医院的热点 他们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呢 我们又选择了一家 钢肠科医院进行了调查 记者在搜索网页查询 发现钢肠医院中 排名最靠前的 是这家泉州市博大钢肠医院 从网站介绍看来 这家民营医院 钢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团队非常强大 记者以肠道检查的名义 挂了专家号 医生给记者简单检查之后 拍了一个肠道的片子 找了一个钢的朋友 根治的办法 必须要把它 给自己的根子挖出来 要不然能不能打 还会长 这位徐冰华医生解释 片子上这个看起来 有些模糊的东西 是个流子 需要做手术切除 徐医生推荐了几种 不同的手术方式 费用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最贵的是这种PPH手术 分为五千八百五十元和七千八百九十元 两种套餐 徐医生介绍 他们是医保定点单位 这种PPH手术可以部分报销 而且手术过程二十分钟 无痛 做完手术就可以下床回家了 徐医生告诉我们 博打肛肠在肛肠疾病治疗方面 非常权威 他们在全国很多城市 都有连锁医院 可以找到最权威的专家作诊 看见我们四信非信 徐医生找来了医院 最权威的专家王长福主任 你这个要做什么 你最好的是做 那个匹 为什么做匹呢 这个匹吧 高以前还是做不了的 他是从美国引进这个东西 先进的 你现在可以做 头五你还得排行 我们已经做了食堂了 刚才跟你说的也是 是早吓唬你干嘛呀 是吧 那当医生 那把花肺说的说清楚 不会 应该不会变成这场 那我说的也是 但是你要变了 你找随便 导医表示 可以再找回医生 进一步确诊 这位谢洪医生 看了一眼检查单 立刻做出了判断 他有外面的倾向 这三个去的 但是这里边是二个去 就是个性 记者注意到 病房住了不少 做手术的病人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中午刚做 难受出来 另一位小伙子说 他手术做了七天了 现在根本走不了路 连站一会儿 都会疼痛难忍 根本不像医院 此前说的那样 做完手术 下床很快就能走路 那怎么样 感觉 很疼 小伙子说 手术费虽然只有五千多 但是手术后 每天要支出 三四百元的治疗费 他和妈妈两个人 做了手术 七天下来 已经花了两万多了 随后 记者对泉州博大 钢肠医院的专家资质 也进行了查询 专家徐滨华和王长福 网站宣传 是卫生部钢肠病 安慎疗法专家组专家 经查询 此二人此前职业地点 是宁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专家 我们的记者 在福州这家 钢肠科医院的遭遇 和之前在西安的遭遇 是如出一辙 本来没有任何毛病的身体 进了这家医院 竟然就得了肿瘤 而且我们还发现 这两家 民营医院的运作手法 都十分的相似 仅来作诊的所谓的民医 有的是来自于乡镇卫生院 有的甚至连行医执照都没有 这一切 难道都是偶然发生的吗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2009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 明确提出 要在医疗事业当中 引进民间资本 并支持一部分公立医院 改制为民营医院 2010年12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鼓励 和引导社会资本 举办医疗机构意见通知 允许境外资本投资 举办医疗机构 然而呢 当医疗市场向民营医院 敞开大门的时候 一部分民营医院 却走上一条 充满投机和欺诈的盈利之路 小杨是西安市一家民营医院 秘尿科的大夫 他告诉记者 他曾经在六家民营医院工作过 对于来看病的病人 必须花多少钱 医院内部 其实都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说是想复刻的 引导员 在这块规定 一个病人在 八千到一万不等 子宫肌瘤 划下来可能在三万八千左右 供奖米兰的也在三万左右 南科像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的 两万到四万不等 薄皮过长的病人 你要把这个薄皮切掉 会给你规定在 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 这个费用是规定好的 对 你会就会让这个大夫想进一切办法 让这个病人花的这个数字 张医生给我们提供了一家 医院的医生接诊速成班的材料 材料中对于如何判断 病人家庭收入情况 如何忽悠病人 有一套成功经验 文中提到 要做到艺术与医术的结合 准确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 是医生的基本功 对于家庭条件差的病人 给的处方 如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人就吓跑了 对于经济条件好的人 给的处方太低 浪费了高素质的病人 经验介绍提到 要从病人填写病例开始 观察拿笔写字的流畅度 写下单位和住址 从而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 给病人开处方时 可以尝试增压法 减压法 从初诊到复诊 逐步增加病人的压力 轻轻诉求法 什么恐吓诉求法 这一类的 他会把这个病 会给你夸大 吓唬 吓唬 这个病人能接受为止 本来没有病 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留下来看病这个比率 这样比较大 80% 能到这个医院来 做这个检查 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但是在这个医院来之后 这个医院为了留下这个病人 他会把这个 病的态势会太高 夸大气策 这样的病人 占百分之八十 在另外一家民营医院工作的 毕超大夫小张 告诉记者 医院的毕超室 化验室 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出具假报告单 包括毕超 给您报告 分享机 我们有谁 或者我接入 囊宠 都是正常的 医院就是那样子 有床 必须是那样 看见毕超 我怀疑了 这个病人怀疑了 然后就双胞胎 我给你报个双胞胎 过去以后 带个化胎拿过来 瞧瞧里面 就很可思气的 跟他说 不能报双胞胎 必须报单胎 然后 报单胎的话 你像现在小姐 像年前或者中间的 只要双胞胎 基本上都要你 是不是 然后报个单胎 他就可以 在报个胭震 他就可以 进入手 这就要了 双胞胎 那就要了 做前来检验检查的过程中 他可能 白续管能打一个角 但是在这些民运 他会给你打到三个角 怎么能办到呢 那有化验单的呀 化验室来解决问题 小杨说 为了让病人 相信自己病情严重 在部分民营医院 还有一些特殊手段 妇科的 工具没烂 现在民营医院在一块 他们现在有好多 处理办法 就是在工具上 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 妇科带 他夹着一个 手护刀片 如果这个工具好的话 他会直接滑烂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让这个病人 在这治药 咱先接下来 要给你治疗 一旦这个病人 接受治疗之后 他们会用激光 把这个工具 整个给稍微变 所以 如果再去别的医院 去鉴定这个东西 根本无法鉴定 为啥 他已经处理过 你怎么去鉴定 小杨 小杨告诉我们 西安的民营医院 是近几年才迅速建立起来的 很多民营医院背后的老板 都来自福建莆田 其中 有些人就是前几年 四处贴性病广告的游医 他们现在承包医院 或者自建民营医院 诊疗范围 集中难科 妇科 不孕不育 肛肠等疾病上 并在西安市的各大媒体 社区街道 大做广告 吸引病患上门 我们看到 在这些民营的医院当中 从发放广告 到医生接诊 再到后续的各种检查 都形成一套完整的潜规则 各个环节都指向一个 共同目标 就是虚构夸大病人的病情 直至把病人送到手术台上去 那么上了手术台 病人又会遇到 什么样的结果呢 再来看一下 福建的郭先生 在一家民营医院就医时 意外地遭遇了假手术 因为痔疮困扰 郭先生在钢肠医院求医 花八千元钱 做了一个叫PPH的手术 术后疼痛难忍 疼了四千 实在是疼得 从床上疼到床底下来了 医生曾经告诉过郭先生 PPH手术 疼痛小 恢复快 可是手术后 他却一直疼痛难忍 不正常的身体反应 让他心生疑虑 转到正规医院去 正规医院的医生 一看 比如说是 每做这种手术 只做的常规手术 PPH手术治疗痔疮 需要使用一次性吻合器 手术完成后 患者体内会留有金属钛钉 几个月后才能脱落 但是郭先生复查 拍摄X光片时 医生发现 手术部位根本没有钛钉 医院做的分明是假手术 郭先生说 当时同一病房被实施 PPH手术的七八个病人 听说后都去复查了 发现同样都被做了假手术 楼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樓先生发现 PPH手术价格在 五千到八千块钱左右 而普通手术 只不过才几百块钱 假手术不仅给郭先生 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 手术后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厦门医疗事故小组的专家 会诊后判断 是手术后 肛门皮肤破损 八痕静卵所致 在西安采访时 民营医院医生小张告诉记者 他工作过的几家民营医院 都是提成制 基本任务 每个医生每月三十万元 完成之后 根据业绩提成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十五 这两年 有些民营医院 为了多挣钱 开发了假手术 这种新的挣钱方式 复科这两年 还有出现的像假手术 有些女儿可能没怀孕 可能就是在同房过早 吃一些避孕药 急速避孕药 各方面导致的 立下退迟 他们会看着 如果这个病人 感觉能拿下来 而且这个病人 也很担心自己怀孕 像这种病人 通过怀孕室 给你出一份假的 怀孕证明 可能是疫情 他会给你感染一样 来做这个手术 那人家本来没怀孕 是 打麻药吗 麻药用进去之后 病人就会很快就会睡觉 他会用这个 做人流的器械 会进到自宫里 会去转 为啥呢 如果说是你现在 来做人流了 你做人人流 你不出学 可能吗 不可能 这样会有影响吗 对人的身体 如果这个女孩 要是年龄不达二多岁 可能会对今后的 这个受孕 会影响到 医生小杨介绍 他所在的医院 新开辟了 精锁静脉曲张手术 一个手术 加上治疗 平均花费三四万元 医生常用方法 是精锁静脉结扎术 如果不小心 结扎了动脉 会直接影响 搞完工血 但是最近 医院把几个 根本不需要 动手术的病人 都忽悠着 动了手术 医生不能通过 正常的抗医术 看病来挣钱吗 非得一种欺骗的方式 是可以 但是很难 民医院的老板 不会答应 因为啥 第一 他们的广告力度 在这方面 上全万吧 这个病人按医院规定 要花到三千块钱 你只让这个病人 花三百块钱做 在晚上临下班之前 门诊主任 或者业务院 他会向你探话 我的一个病人 是套多少钱 买来的 你要把这个病人 给我不拿下 那我这广告费 不是白偷了吗 小张说 他此前 一直在门诊工作 后来实在受不了 天天骗人 曾经要求到 后勤部门 工作了一段时间 不过换工作的 那段时间 他发现医院 有时竟然偷梁换柱 做假药 有一段时间 就出现这个 抗感染的一个 做假药 是一块五毛钱一瓶 医院把这个 买回来之后 换成他们 打出来的一个标签 全有问的 这一瓶要打进去 可能在三百块钱 以上吧 包括现在 现在这些 有好多民营医院 现在还得走一条路 就是 本院自己之际 以中药之际 为主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一副药要是这样子 让病人拿着厨房在外头 一副药就是 十块钱 六块钱 这样子 但是我要是把这个药 我兼上十副药 一副药 我就可以买到 四十块钱 他们把十副药 能兼上二十副药 这又是一个 三倍的例如 不可否认 随着中国 经济结构性的调整 医疗作为 未来最具潜力的 服务性行业之一 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民营资本的进入 对于提高行业竞争力 对于改变医疗资源稀缺 老百姓就医难的现状 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 各路风头和私募 对医疗行业是情有独钟 许多民营医疗机构 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明星 但是在民营医疗行业 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时候 它的盈利基础 却值得警惕 如果像节目当中 曝光的那几家民营医院一样 靠层层设圈套 一环环欺诈消费者 把医院变成了印钞机 这个行业的利润 即使再高 也不应当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 因为蒙一把就行 捞一把就走 这些违背商业道德底线的经营行为 一旦和强大的资本力量结合 将会强化资本市场的投机心力 给整体经济注入新的泡沫 那么民营医疗市场 如何健康的发展 那些已经在盈利和社会效益之间 找到平衡的医院 又是怎样的运转模式呢 欢迎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调查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